《非洲的烏干达,原本是一个穷困,犯罪率高的国家, 但现在它在非洲经济发达的国家之中排第二, 这个国家除了经济蓬勃发展之外,还有一件事十分令人触目, 就是全国有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基督徒, 无论是政府、军队或大企业的领袖纷纷成为基督徒, 这个奇迹是怎样发生的呢? 是由危机当中产生出来的奇迹。 在1982年,乌干达出现第一宗外资病的病例, 接着迅速蔓延。 在短短的十年,不超过2400万人口的乌干达, 竟然有百分之三十的人染上外资病, 另外有百分之三十的人被怀疑有外资病。 这个病令到83.8万人死亡, 1320万个儿童成为孤儿, 全国的生产力和生活都受到严重影响。 到了1990年, 胡干达成为全世界外资病比例最高的国家。 和不丹行, 在1994年, 基督徒遭遇到第二次大屠杀。 这个国家几乎每一个人都生活在绝望当中, 在最绝望的时候, 基督徒开始昼夜不停地祷告尋求神。 当时, 他们只可以偷偷地举行祷告会, 躲在沼泽里面, 在奴蚁当中, 站在水里面祈祷。 要等到夜晚, 才可以一起聚集祷告。 他们感受到, 神在呼召众教会一起为这个国家祈祷。 于是乎, 每个社区、城镇和农村的教会都同心祷告。 当政府对外资病所产生的问题感到无能为力, 无办法解决的时候, 唯有求教会仰望神的帮助。 教会接受这个挑战, 在全国各地, 同心合意地来到神的面前呼求和悔改。 在祷告当中, 他们领受到, 神不是要他们单单为外资病祷告, 因为问题真正的根源不在于外资病, 而是人和神之间的关系。 当越来越多人悔改, 归向神的时候, 神的医治就临到这个国家。 很多有外资病的人得到传誉。 使得乌干达成为全世界外资病感染率下降得最快的国家之一。 神亦都赐福给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政府的结构开始改变, 但都阔斧推行廉政措施。 国家的经济快速发展, 社会的犯罪率下降百分之五十。 教会成长得更快, 每日都有新的教会和事工机构成立。 到了1999年, 乌干达的总统召集教会的领袖, 举行全国性的讨告会, 宣布要将这个国家正式献给神, 与神纳约、 欺绝偶像、 无术和撒旦的崇拜。 是2012年的10月18日, 在南部里运动场, 举行乌干达国家独立五十周年庆祝会。 同时也举行欺廉的讨告会。 当时在位的穆塞韦尼总统, 为自己和乌干达公开向神认罪悔改。 在讨告当中, 他说:"我们承认在我们的土地上, 肆虐的拜偶像和行无术的罪。 我们承认流无辜人血的罪。 在政治上虚异、 不诚实、 阴谋和背叛的罪。 遥恕我们的骄傲、 种族主义和中派主义的罪。 懒惰、冷漠和不负责任的罪。 舞弊和受贵, 以致侵蝕我们国家资源的罪。 性的不道德、 淤酒和放荡的罪。 不遥恕、 苦毒、 仇恨和报复的罪。 不公义、 压逼和剥削的罪。 背叛、反抗、 竞争和冲突的罪。 求主遥恕我们, 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一火爱你、 敬畏你和尋求你的心。 并且将我们以上的罪都拿走。 我们要将这一个国家献给你, 让你做我们的神和引渡。 我们要让世人知道, 这是一个敬畏神的国家, 一个根基坚定, 在公义和公平之中的国家。 仍然诗篇三十三篇十二节所讲的, 以耶和华为神的, 那国是有福的。 他所简选为自己产业的, 那民事有福的。 我弃绝所有奠定偶像崇拜 和无术的邪恶根基和萌弱。 我弃绝撒但在这个国家所有的影响。 我在此立约, 将乌干达献给你, 要永远走在你的道路中 和经历你所有的福气。 我为这一切的祷告, 是奉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 阿门。 现在, 新型冠状病毒正在全世界的国家流传, 情况越来越严重, 使人有些招牵不住。 当年, 乌干达全国全民转向呼求神, 诚心诚意的认罪悔改, 以致神使他们的危机变成奇迹。 现在, 我们面对同一位神没有任何的改变。 神正在等待, 要医治和拯救我们, 要将我们的危机转化为奇迹。 在历代之下七章十四节, 神应许说, 这称为我名下的子民, 若是自卑、 祷告、 尋求我的面, 转离他们的恶行, 我必从天上谁听, 赦免他们的罪, 医治他们的地。 神啊, 就好像乌干达总统当年的祷告一样, 我们在各方面都得罪你, 亏欠你的荣耀, 求你遥恕我们的过范, 医治我们, 赐给我们一个新的开始。 教我们存着敬畏的心, 行你所喜悦的路, 不断经历你无比奇妙的慈福。 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命祈求祷告, 阿们。